探尋古老失傳秘術 規探玄妙天地人間 歡迎收聽喜馬拉雅FM 出品的奇趣懸患小說 《失傳秘術 趕蟲詩 語版》 作者哈姆曹灣 播講曉琦 第169章 妖物捐身 上次說到有隻狸貓突然出現了 而且開口會講人話 狸貓會講人話確實有很多人害怕 掛歷時凡凌玉很久沒進江湖 見到會講話的狸貓首先嚇了一跳 看來它混正暗收門江湖時 趕蟲人也會經常出現 術法高人它見了很多 但凌蟲異獸就很少見到 那隻貓吞了個陽心坐在地上 我馬上問它 你這隻妖物 你說你是草鳳?不可能的 狸貓開口說 我生吞了火葉窗 被蟲鞋虐待死了 你不記得了嗎? 它聲音很生硬 我知道貓就不可能像人一樣 說話時那麼益揚頓挫 但這隻貓可以說話 這樣就證明了 它的聲帶結構和普通貓是不同的 我就很疑惑了 有什麼可能?是怎麼回事? 那隻狸貓繼續用很長眼的聲音說 我只知道兩件事 第一 我死的時候 看到自己是一條很粗大的蛇 我的死有一半 是因為覺得自己太難看了 第二 第二 我再次有意識 是在一壇綠色的藥水裡 睜大眼看的時候 是個墨幣的爐 那些藥水很熱 我只覺得 我全身有一層紫色的光 抬起手看了一下 是一隻毛茸茸的爪 一摸一下自己的臉 我才知道 自己變成一隻貓仔了 當時我慢慢吐氣 將自己沉入藥水的底下 然後再整隻彈起來 頂開爐蓋 跳了出來 我看了一下 看到爐的旁邊 有個白椰公 對著我皺了眉頭 好像很多事情想不明白 我就問那個白椰公 你看什麼看 我為什麼會在這裏 那個白椰公一聽到我說話 就整個嚇倒 伸手在地上 拍了三下 結果那個地上的肚子就拱起了 有個牛頭怪物出來了 那個白椰公就叫那隻牛頭怪物過來 叫他來捉我 我見那個牛頭怪物 這麼厲害 下意識彎了一條腰 然後生氣爆爆 轉身 撲過去 直到最後 我都不知道怎麼搞的 我咬斷了那個牛頭怪物的頸 然後再撲過去那個白椰公那裡 那個白椰公 起陣旋風要走 但可惜 走不過我 我追過去 撲嵌他 逼他帶我出去 如果不是的話 我就由他的手指咬起 那個白椰公 那個白椰公怕了我 把我放出來 我這樣才知道 自己原來在山洞裡 然後我走到山間水溪那裡 照了一下 差點又覺得自己太噁心了 為什麼會變成一隻狸貓呢 黃德佬 這件事我還要問你 當時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 要過來泡伏山問問你 我一上山 就見到有隻山羊綁在這裡 嘩 聞到那股羊酥味 我實在控制不住 撲過去吃了一件先 我好餓 這麼多位 不好意思 我聽完這話之後 心想 這個肯定是草鳳流 然後我轉身問鴻蒙老道 老道長啊 你幫我分析一下 究竟是什麼回事 鴻蒙老道看到我問他 嚇嚇一笑 然後就說 根本就是大造化了 整件事的經過很簡單 一開始 遼東大法師動起煉妖爐 其實是要煉司馬人的 誰知剛剛放進爐裡 就被山序子捉了出來 黃金桐覺得 沒有惡作劇就不過癮 後來就把一隻就快死的貓仔 叫山序子送進煉妖爐裡 後來你們又在老大植物園 發現那個生酥的石頭人 打敗他之後 在裡面拿出了草鳳流的骨灰 因為草鳳流死的時候 是仁義 所以他的魂魄 不在骨灰那裡 你們當時又不認得草鳳流的骨灰 以為是妖異東西 又叫山序子 把骨灰丟進煉妖爐裡 這樣一來 煉妖爐裡有隻貓仔 有了草鳳流的雲靈 兩雙煉法 把貓煉成朝耳虎 用的是草鳳流的神式 黃金桐就很疑惑 但是要煉司馬人 不是起碼要七七四十九天嗎? 為什麼這隻朝耳虎 這麼短時間就可以出爐? 何蒙老道就應他說 嘿嘿 煉妖這種邪術 邪就邪在 落合藥的話 怎麼練都能練成 一分鐘出爐也是他 落不合藥了 別說七七四十九天 就算讓你練足四十九年 也能練出什麼出來的 煉妖時間 凡是在一天以上 這樣就證明他的煉妖方有問題 就是 練妖物出來 缺陷也很多 凡是快進快出的妖物 缺陷就很少 能力就很高 這隻朝耳虎 就是其中一個 真是天圓巧合 證明楚鳳流命不該絕 雖然楚鳳流還有命 是件好事 但練妖 怎麼說都是邪術 各位 不可不察 那隻朝耳虎聽到之後 就大聲叫 你這個白衣公 在哪裡來的 那還說是好事 我原先是個人 現在人人貓不貓這樣 怎麼說是好事 紅毛老道就跟著說 唉 怎麼也好過你死了去 死就死吧 關鍵問題是 人家死了之後可以上天 但是你呢 你那些雲魄 經常要黏住骨灰 連孤魂野鬼都做不到 你說冤不冤枉了 不如做小貓自在一點 等死了之後還可以上天台 那不是更好嗎 楚鳳流也記得自己死過一次 他舉起一隻前肘仔仔仔看了一下 然後我哥哥的頭對著月光 長嘆一聲 唉 算吧 條命就是這樣的 那我這一世 安安樂樂做隻貓吧 鴻蒙老道跟著對我說 黃德錄啊 在你們從書中 是不是沒有記載到 有招耳虎這一行呢 我領領頭 真的沒聽說過 鴻蒙老道又繼續說 那你回去補充一下 在世間上的走壽 如果說到爪牙風利 這隻招耳虎就最厲害了 這件事的行動最迅速 他牙尖不抓來 雖然不是很大隻 不過很靈巧、很兇猛 他又很大力 剛才你扔出來的變天敲 如果打起膠 絕對不是他的對手 變天敲 對付那些懂得法術的 就有刃有餘 但焦耳虎本身根本不懂法術 他和林慕蟬一樣 是有自己的手段 不用借助那些天地乾坤 那隻招耳虎一聽馬上就問 蛤?我真的這麼厲害? 何武佬道就跟他說 你想想 你當時對著那個白爺公 就是遼東大法師 看怕你和黃德錄相處了這麼久 都應該聽說過 這個人雖然不太熟悉於殺人 但也不是誰隨隨便便可以撲塌他 他腳下面那股麒麟踏之小旋風 可以說是天下獨步 很少讓人追得上 你隨隨便便撲塌他了 你想想你的手段多厲害 楚放流聽到之後 招式套放了兩下那兩隻貓耳朵 然後說 得得得 那我認命 我做狸貓了 說完之後 他走到林慕成的身邊 在他腹蓋旁邊 用自己身上的毛 招了一下 然後又開聲說 沒想到 我還可以見到你 見到你之後 我很開心 你知不知道 我臨死時在想的是誰 就是你 在我的腦裡 是叫著你的名字去死的 當日黃德綠和黃金彤 對我鬼死那麼兇 又捏我傷了肩膀 又對我渴來渴去 我不敢出聲 現在他們不敢了 但我變成了一隻貓 你不會嫌棄我這個老哥哥的 林慕成聽到他這樣說 嚇得馬大哥口 不知道說什麼好 他就唯有說 老楚 以後你少說些話 破了相 因著被他們兩個 賣你入動物園 楚鳳流聽到之後 大聲說 他們兩個夠膽 現在我就算借個膽給他們 他們也不敢對我怎樣 我聽到這些話 心想楚鳳流永遠都是楚鳳流 無論是變成貓也好 變成蛇蟲也好 他完全是死性不改 當年我們之所以走在一起 完全是因為他當初有片林慕蟬 想老牛吃亂草 無想到我們三個及時出現 趕火葉昌打亂了他的計劃 我黃德魯再差也好 在情場上 和那五十多歲的百億公尼競爭 還卻速有餘 他對林慕蟬沒有非分之想 在之前我看得出 只不過生死一場 大家心裡都覺得是欠了楚鳳流 畢竟人家死過一次也不方便說什麼 張雪望趁著大家在執拱死羊時 養了一手招呼我走過去 張雪望破天荒提了一支煙給我 他從來都不會提煙給別人 總是自己吃自己的 而且他吃得不太多 想起來就吃一支 想不起來的話 整個月都不會吃 我們兩個站著吃著煙 張雪望小聲跟我說 帥哥 我今天有番話要跟你說 你這輩子都可以受用的 你記得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無 當年的曹孟德有句說話 叫做 靈叫我負天下人 不叫天下人負我 你如果想搞定雪玲瓏 就退隱江湖 那我這番話 說了等於沒有說 你如果想做一些驚天動地的事業 那我要和你啰嗦一下 武漢高祖劉邦那股爛氣 你是抓不住人家的 這麼長時間以來 我那個徒弟黃金彤 來到至根之底 雖然他做事不太靠得住 但無論如何都好 他很忠心 很善良 那兩個小女孩 是十足十的好人 至於偉鹿的花痴蕩 其實他心思很簡單 不用擔心 唯獨是這個楚鳳流 以後肯定會惹禍 這個人是三角裡的偉鹽 腦子後面有反骨 你可不可以在他身上貼一張蟲符 現在可以不用控制他 但以後肯定會被我說中 我都小小聲跟張書網說 哦!只要是蟲子 我都可以控制 但楚鳳流畢竟是和我們出生入死 這樣做不太好 張書網說 他說 嘿!有什麼不好 你在他身上貼一張蟲符 如果他表現好了 你可以不動蟲咒 如果哪天他反水路 你還有後手 我聽完後露了頭 張書網確實是個老江湖 張書網又跟著說 記得呀 在今天晚刻喝完酒後 就印個蟲符給他 一定要記得呀 當日晚刻楊敲好了 大家圍著溝火很熱鬧 瓜力士聽到一些我們做的事後 他也覺得很欣賠 當他聽到 山蝶鞋被雪玲龍的蟲丹打碎 他又對黃金銅說 我這裏有粒鐵妖種子 只不過沒有妖鐵就種不到 聽說山鐵鞋碎了 好可惜呀 可以用那些碎鐵來培養這粒鐵妖種子 種在山上 還可以多生一個山鐵鞋出來 黃金銅聽到後很開心 即時他一隻酒杯對著梵令玉敬走 林武善自己就出了角落入 看著現在這個這麼熱鬧的景象 時不時把目光放在我身上 住一會兒 我知道他在幻想著 幻想著以後 在身邊有我這個老公 在家裡來了很多朋友 他就很忙碌在炒菜針屋 一時之間有點迷你了 而柳向晚就在跟偉鹿聊天 雖然他不太喜歡偉鹿 但畢竟時間一長 有些話大家就見慣不怪 慢慢柳向晚和偉鹿已經是半個朋友了 楚鳳流拿一隻大白碗在裡面針上白酒 用一條梨拿著來喝 旁邊是個不鏽鋼盤 裡面放了一些生的羊肉 他現在是隻狸貓 對自然烤肉完全沒有興趣 要帶著血來吃才更有味道 黃金銅還勸他 他說:「你現在是隻狸貓 不要再喝酒了 楚鳳流根本不聽 白酒是他生前最愛的 現在怎能放棄呢?」 我就心想 喝吧喝吧你儘管喝 喝醉了之後 今晚我就聽張書網說 先趕你 在我們喝到面紅面綠的時候 紅毛老道突然放下酒杯 做了個別說話的手勢 然後順手對著溝火前指了一下 我們順著他的手指看過去 然後見到在溝火對面20米開外 有舊土高高拱起 我看完之後長嘆了一聲 然後說 唉 真是過個元旦都不讓人安安樂樂 地底下有妖物要捐出來 大家要小心點 本集經已播講完畢 多謝你的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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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你的收聽